哈囉大家好 我是祥林 歡迎回來我們的方舟生存進化 那大家上一集應該有看到我最後是把他打暈了吧 他既然打暈了當然要馴服他不是什麼問題了嗎 所以我當然也是把他給馴服了喔 那現在的話呢 我看到遠方似乎那一個應該是石肉牛龍吧 我看能不能把他給馴服吧 然後 那個應該是石肉牛龍了 所以 但是他在水的對面了比較麻煩 不過還是得先把這個給弄好 還有我的裝備應該稍微修了一下還行吧 那 可是他有點遠耶 他真的有點遠耶 有沒有比較近一點的 然後我要往地圖的右邊走的話 看來應該是要過這個河流了吧 所以 好吧 先叫我的恐龍都先跟著我 到這邊河流的對岸過來 過來到這裡來 然後 那一隻的話 還是說我應該要順著他 然後往那上面走去看看 因為那上面感覺好像很酷炫的樣子 這應該真的是石肉牛龍了沒錯 很好 很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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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是他 所以我們先叫 這個暴龍好像會把樹給撞倒的 所以我看看能不能夠去把他給馴服了 不不不不 要馴服他我想還是使用毒箭會不會比較好一點 哈哈 三心二意的 那我現在做一些毒箭好了 也不想要做太多了 真的是不想要做太多 所以說應該差不多這些就行嗎 如果還是沒有辦法弄暈的話呢 我就用那個打吧 唉唷 我就用我的彈弓打 戳一下 戳一下他 戳死他 可以了 撕 還有嗎 喔還有啊 居然還有 什麼跟什麼 怎麼還有啊 喔天哪 好多隻啊這邊 是在幹嘛 成群結隊的聚會啊 好我們過去把那個石肉牛龍給弄暈吧 不行還有這個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在搗亂 總有這個東西在搗亂 太囉嗦了 還有嗎還有 哪有這麼多隻的啊 別鬧了 太多隻了啦 石肉牛龍嗎 喔不是不是不是三角龍 石肉牛龍在那邊 在那邊在那邊 我看人在這邊就先射他個幾件吧 蠻珍貴的喔其實這東西 不知道能不能射到他 好像沒射到他 中了 暈啊你 暈啊你 他暈了他暈了他暈了 果然沒問題的 果然是沒問題的 然後我身上的生肉數量不是太多 為什麼呢 因為都跑到暴龍身上去了 所以我趕快先過去 叫我的恐龍們都先過來吧 吹一下口罩 這個距離過得來嗎 這個距離他有沒有過不來 雖然有叫他們跟著我 可是他有沒有過不來吧 這個距離太遠了一點 欸過來啊 幹嘛不過來 過來啊過來過來過來 旁邊那小恐龍不要管他了 所以我們又可以獲得一個石肉牛龍喔 這一集的話一開始 如果這樣的話我們先 對啊應該是沒問題 所以說等他自己去吃東西吧 我們稍微等一下看 等到馴服他吧 我的天 我又要等這個 等這個超煩的 好的 在等待馴服的這一段 其實我非常無聊的 我又造了這麼一個東西 哇 造這個東西真的好花資源喔 那後面這邊我真的就 覺得說就通風一下 不要說每個房子都是那個嘛 對不對 都是完全瘋起來瘋死的狀態 所以呢我在這邊 就又蓋了這麼一個東西出來 就是這邊是流空的這樣子 然後這邊有可以直接下來就直接喝水了嗎 水分還是相當重要的 因為這邊好像真的太容易天氣就會熱了 只是現在已經要到了晚上六點了 現在溫度是二十一度 還蠻適合人類 所以 居住的環境吧 二十一度應該可以這麼說 不過現在我又快要升級了吧 差一點點 就是在蓋這個東西啊 蓋這個東西的話 還真的好像還蠻容易升級的 只是這附近 大家可以看 牛龍果然 Carno 就是這個傢伙 天啊 終於是把他給馴服了 所以CAR 我們直接叫他做Car 好像要做一台車就行了 Carno來了 他的手真的 他的手是 他手有跟沒有好像一樣耶 好啦 反正我是給了他不少的肉在他身上了嘛 那他還可以繼續帶著就行了啦 我真的覺得我是游牧民族 你知道嗎 我真的是游牧民族的樣子喔 所以先叫他們先過來吧 到這邊來之後叫他們先在原地待著一下 我先進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這邊又造一張床喔 所以我如果說呢 在往這上面 這個方向走過去的期間呢 我又不小心掛掉了的話 我可以從這邊直接就重生出來就行了 那最棒的是我終於又馴服了一頭 有石肉牛龍 那他應該沒那麼容易死吧 欸啊你幹嘛 你剛剛是被那個翼龍卡住了嗎 我身上好像有點太重了 不是有一點而已 是我身上真的是非常的重啊 我看我身上到底有什麼東西可以先拿下來 但是我自己先吃掉算了 那種子我就不要了 種子雖然也不怎麼佔重量可是 嗯 啊那個 那個藍色果實應該可以先丟到這邊來重疊一下 還有這個乾脆就先 直接把他給吃掉了吧 這個紅色果實的話 看是要把他丟了 還是要給他三角龍身上塞一下 三角龍你還可以塞嗎 欸 欸 三角龍你可以塞了嗎 塞一下三角龍身上就行了 應該稍微減輕一點我身上的重量了吧 他可以走比較快了吧 好像還是差不了多少 啊不管了不管了就這樣子吧 其實也不是太慢啊就走了吧就走了吧 好看一下地圖喔 所以我現在是往那個方向走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一直往右邊去喔 地圖的右邊去喔 希望是的 終於這一集又馴服了一隻石肉牛龍了 好這邊的地形看起來好像都比較寬闊一點喔 啊這邊的話就是直接是方舟的下面啦 只是要召喚那些 要召喚東西出來的話 好像不是我現在可以辦得到的吧 剛剛怎麼會一隻恐龍從上面飛下來 那邊怎麼回事 怎麼會有恐龍從上面飛下來 好看我能不能從這邊走進去看一下 我覺得我還是都進去檢視檢視看看吧 看看裡面到底是個什麼狀況喔 這邊是入口了耶 這邊很明顯的就是一個入口在這裡喔 我覺得我的恐龍如果都要全部要跟進來 然後會有點危險 我想我先叫他們在原地待著一下好了 我騎著迅猛龍進去就行了 雖然我覺得這個對迅猛龍來說也是很困難的事情 所以這裡面有什麼嗎 這邊有很奇怪的一些裝置在這裡喔 我還是去確認一下好了 我再去確認一下說 那上面他需要的東西 到底都是一些什麼東西喔 還有就是我身上的東西 我一直很想要 再清理一下喔 這個東西我把它丟了吧 不要太重 乾脆就吃一吃一吃的 連連按錯鈕了 這東西就把它也吃一吃吧 我的飽食度現在全滿了喔 把這個丟了吧 就這樣子 希望是可以增加 欸他升級了 他已經升級了 他升級的話還是加一下血量吧 然後再來就是要加他的可以攜帶的重量 他現在有300點的血了應該還行嗎 欸 他現在是不是有稍微比剛剛還要再快那麼一點點呢 有那麼一點點就行了 這個到底要怎麼樣才能夠上去到那邊 跳 喔他跳得起來就行了 到底要怎樣才能夠到上面去 這邊好像一直繞出來就行了 我們看一下好了 快點給我過來吧 好終於是走到這上面來了 所以這東西我們要來check一下 確定一下到底是要怎麼召喚他的 哇他需要的這些東西 好像那個暴龍的手果然是需要的 他需要四個那個暴龍的手 阿當然還有一些其他的東西喔 還有其他好像真的都是一些打恐龍的戰利品耶 這好像真的應該算是打恐龍的戰利品 還有那個第一個應該是什麼東西啊 是不是鯊魚的牙齒啊 好像是欸然後 一二三四第四個好像是那個雷龍身上的東西 所以果然這些東西應該都 呃不對 另外還有那個什麼那種工藝品喔 第四個之後的這些東西 好像都是要去開箱子拿的吧 好像是那樣的喔 反正現在我是辦不了這些東西啦 我們先回去跟我們的恐龍會合一下吧 喔有另外一隻迅猛龍在這裡出現了 喔兩隻啊 哇我要一打二嗎 我的迅猛龍會不會在這裡掛掉 太危險了 我還是自己來吧自己來吧自己來跟他們拼命呢 因為我有這玩意兒 這玩意兒應該很容易可以跟他拼命的 先射箭好了 欸射死一隻了 欸我是不是兩隻都射死了嗎 喔沒有有一隻應該是從那邊掉下去了 喔那還好那還好哈哈 莫名其妙這樣被我射死一隻了 喔他身上有東西欸 他身上居然還有這個 都拿了都拿了 他身上居然還有戰利品可以 欸有一些東西可以拿的喔 有那個合成表什麼的 太棒了 他走了還是先趕快先回去會合一下吧 差點走下去了 我回來了你們有沒有想我啊 你們有沒有想我啊 喔有 喔爆龍馬上低一下頭來看我了 然後現在看起來好像已經快要到晚上了 然後我還要確定一下我身上有什麼東西 可以趕快要丟的先丟一丟了 不然真的太佔太佔位置了 這個腐肉的話先丟一半好了 腐肉沒有必要說帶這麼多在身上 先丟一半好走 能丟一些東西先丟一些 然後我們繼續走吧 叫他們先跟著我 那晚上好像又快要到了吧 我先看一下地圖 喔晚上已經完全到了 然後反正我就繼續走吧 我就繼續走了 好了現在天了 終於 終於是又要亮了 然後我又試著再往內陸移動了 不過感覺好像不是那麼容易的樣子 似乎真的拿著指南針會比較好一點吧 這邊又有另外一隻迅猛龍在這裡了 這個迅猛龍拼了吧 哎呀整隻一的 而且還有我的 還有我的石肉牛龍也是很強 哇 蝎子 蝎子死了嗎蝎子還沒死 蝎子還沒死 蝎子死了蝎子終於死了 要打他們還是比較容易的 現在 哎 誰又升級了 他又升級了嗎 不是啊 誰升級了 是我嗎 哦我升級了 哈哈 我現在升級了 那我再加一下這個 把他攜帶重量好了 然後又可以再繼續學其他的東西了 所以這邊有個鞍哦 這個是啊 這個是劍龍的鞍耶 所以我現在可以騎劍龍了哦 這是劍龍的鞍耶 那其他有沒有什麼東西好學的 這邊有一個簡單的那個 簡單的那個手槍了 所以說 要學他之前 這個手槍要學之前 我們得先學那個 flare gun 就是那個信號槍 就是這個東西 要先學會了之後 才可以學那一個東西哦 嗯 沒關係我們先把這些點數先保留著吧 沒有說急著現在就一定要學嘛 我們繼續往內陸再前進一下好了 我感覺這裡好像又 這裡好像真的好多恐龍啊 好多很有殺傷力的恐龍都在這裡了 看來呢 我的恐龍要跟著是沒問題的 這邊都還很寬廣 哦前面好像怪怪的 前面應該是要進森林了吧 反正往這個方向走 就是要背對著那條河流的方向走 應該就是往內陸走了 所以往這邊過去的話呢 應該就會一直不斷地往右邊 地圖的右邊去了吧 我是這樣想的啦 然後 我看這一集的話 由於因為還要馴服那隻石肉牛龍 所以我也實在是花了蠻多時間的 哦前面那是什麼 前面好像又有石肉牛龍了是不是 對那個又是石肉牛龍啊 這邊好多隻哦 欸前面的森林感覺上也比較 比較特殊一點 所以石肉牛龍的話 該怎麼亂拼呢 我這隻迅猛龍又比較危險一點 等一下好像又有另外一隻 他是要去哪裡 我可不希望說走一走 到時候又被呼 到時候又被他們那個圍毆什麼的 好過來了吧 過來吧打吧打 可以了可以把他打死了 OK成功了 欸又來了嗎 又來了嗎 又來了嗎 發生什麼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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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迅猛龍來了兩隻是嗎 好像還有好像還有 還有嗎 還有嗎還有嗎 還有恐龍嗎 我不知道好亂哦 好亂哦 剛剛發生什麼事了 我騎在我的迅猛龍身上 完全不知所措 我完全不知道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加一下他的鞋量好了 我看好像真的也快要被打死了 剛才 蠻危險的 還有這個小恐龍在這邊 你幹什麼 搶別人的戰利品 你有意思嗎你 好危險哦 好危險哦 不過還是得還是得衝哦 還是得衝 所以應該是 往這個方向繼續走進去沒有錯 就是往森林裡面的方向走 所以我看我能不能夠走出這片森林吧 對我是往內陸走 沒錯 所以看能不能走出這片森林 我就可以 應該也會有一個河流吧 我覺得他這河流應該是蠻多的 所以走出這片森林應該還是看到一個河流的 好了所以我現在已經走到這一個海邊了 也就是我現在所在的地圖的右下角這邊哦 但是我記得沒錯我看過那一個洞窟的位置應該是在 我這上面哦有一個地方看起來好像 細細的那個地方應該是在那邊沒有錯 那個應該就是洞窟的所在地了 所以我應該是要朝著這個港灣的一直前進就是 欸我卡了一下 然後我剛剛好像看到海裡面有鯊魚的樣子吧 其實如果可以的話呢我也是想要弄 先馴服一隻鯊魚起來吧應該也不錯的 我再潛下去看一下好了能不能看到那個鯊魚 不對不對 但是在那之前應該是叫我的恐龍是在原地站著一下 原地站一下 那個鯊魚剛剛好像就在前面這邊出現而已 可是他應該是又遊走了 欸還說這樣啊鯊魚有了鯊魚有了 鯊魚真的出現了 那問題就來了 問題就來了我應該用什麼東西來 我的昏睡劍應該也不多了吧 昏睡劍也不多了然後我的石頭嗎 可能可以用石頭來打他吧 不過我不知道說到底要 呃或者我先直接用彈弓來打他吧 如果說可以打到他的話 啊不對在水裡面不是不能夠拉彈弓的嗎 欸怎麼是烏龜在這邊過來的 鯊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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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鯊魚又往海裡面游了是嗎 啊鯊魚在那邊 鯊魚看到了 喔有一隻鯊魚在這邊的 喔等一下三隻鯊魚啊 三隻鯊魚 喔好像要來了好像要來了好像要來了 是不是 三隻鯊魚啊 喔沒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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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有點有點緊張 喔上面還有蝎子啊 所以說應該是叫我的恐龍過來的才對喔 應該叫我的恐龍過來 因為那個鯊魚 比我想的還要還要再遠一點 過來一下 過來一下快點過來 好了我終於是把我的恐龍給帶回來了 就是我的石肉牛龍啦 不過這邊有一隻蝎子在找我麻煩 欸 距離沒算好就麻煩了 哈哈 不過還好可以像這樣直接隨便打他的幾下 可以把他打死喔 那現在的話是我回去找我的恐龍回來之後 這個鯊魚到底這鯊魚還在不在呢 這個鯊魚可能就不在了 恐龍原地站著一下吧 我下去看一下鯊魚還在不在 看能不能引誘到 喔鯊魚還在鯊魚還在 所以一樣喔 1 2 這邊有兩隻 剛剛看好像有三隻嗎 這個兩隻花紋都不一樣 三隻了三隻了 哇也是成群結隊啦 看這個比 這個樣子就比那個鯊魚還要恐怖啦 而且 而且我在這裡面真的是無法拉彈弓的啊 那該怎麼辦 到底要怎麼打暈啊 要拳頭嗎 怎麼可能 這邊沒辦法射彈弓也沒辦法拉 也沒辦法射箭啊 那唯一的做法就是把他們給引到岸 岸邊來了 他們真的會來嗎 有一個要來了 有一個要來了 應該是你吧你要來了對吧 他果然是要來了 他的速度並不是太快喔 他真的來了他真的來了 不要咬到我不要咬到我我正在後退 我正在後退啊 別這樣別這樣 喔他在這裡 可是我還是拉不了啊 可以嗎可以嗎 你可以再過來一點嗎 你可以再上來一點嗎 把他弄到擱淺才行是不是 好像得這樣子喔 等於把他給弄到擱淺才行呢 好吧我看我能不能把他引誘到擱淺吧 從現在趁現在趁現在打他 趁現在打他 打他打他打他打到他了 可是他沒有一點反應啊 他沒有想要過來 他沒有想要過來追蹤我的意思耶 他又去追其他人啊 喔拜託你了拜託你了 快點過來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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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朋友真的要用拳頭打他呀 可是他怎麼在這邊發呆啊 他怎麼就在這邊發呆了 所以我要用拳頭打暈他嗎 他來了他要來了 他要來了 他要來了 不要啊 哇他這樣看起來真的好恐怖喔 他等級才1耶 啊啊啊啊啊啊 你勾錢了嗎 你勾錢了嗎還有另外一隻也來了 等一下他這個名字是不是他上一次在 上一次在水裡面把我弄死了 就是他吧 上一集在把我 好像第一次把我在水裡面弄死了 應該就是他了 但是他一直不肯上來 他一直不肯上來 天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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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要走了啦 好煩喔 這到底該怎麼打他 到底該怎麼 對啊 完全無法把他弄暈啊 這樣子的話 不過我在水裡面的速度看來 看來不會說比他慢多少啊 不過我要先讓我的閃電值先恢復一下 我要挑戰這個鯊魚 挑戰鯊魚 用彈弓來挑戰他 或者要戳他 哎呦來了來了來了 來了是嗎 來了是嗎 或者我其實應該帶著烏龜 烏龜去的 我應該帶著烏龜來挑釁他了才對 不是你啊 不是你啊呀 我莫名其妙引了一隻蝎子過來 蝎子身上 我蝎子身上居然有好東西耶 他居然以後有這個斧頭 哇這個蝎子身上怎麼這麼多好東西呢 真是不簡單 不過我還是引不了鯊魚耶 嘖 引不到鯊魚啊 這邊這個地方可能 可能還是 地形還是比較不好 地形可能還是比較不好 欸有隻鯊魚好像要來了 到底行不行啊 啊 被打到了我被打到了 這個時候應該用拳頭打他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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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可能算是地形比較不好 我現在已經完全沒有那個體力值了 我的體力值已經完全沒了 閃電那一條已經完全沒了 他們太遠了啦 他們太遠了 他們太遠了 我可能會淹死在 我可能會溺死在這裡面 所以還是算了好了 那我想我還是繼續往 往往往上面走吧 我還是繼續往上面走吧 我現在真的太累了 聽到我喘氣喘成這個樣子了吧 現在真的太累了 啊終於是上來了 天啊 這個鯊魚太遠了 不行啊 以失敗收藏 以失敗收藏 所以叫他們繼續跟著我吧 反正我就繼續往地圖的上面去吧 應該 應該就可以走到那邊去了 啊 我終於走到這裡來了 然後我只要再稍微再往 右上方走就行了吧 應該是在那邊那個地方 可能是那座山的下面吧 看樣子應該是那座山的下面吧 有那個洞穴喔 應該是那座山的下面 所以我要設法走過去那邊就行 哇這邊這邊 這邊的風景真的好美麗喔 這邊風景好棒喔 這邊 我真的覺得可以在那邊蓋一個超級大的家欸 因為這邊風景真的是超級美麗的 這個樹剛怎麼轉了一個方向 莫名其妙的 呃 喔這邊跨過去就行了吧 跨過去跨過去 這裡面應該沒有什麼食人魚了吧 欸 我這邊的話 我好像一直不小心然後就一直往北邊走 然後走到這裡來 欸我還是沒有找到洞窟欸 哈哈 不知道是不是我眼睛瞎了 然後這邊這個阿根廷巨嬰阿 阿根廷巨嬰在這邊被弄死了一個 哇 所以阿根廷巨嬰也是有這個他的那個 他的那個一個戰利品喔 也就是說如果這邊會開始出現阿根廷巨嬰的話 也許我 到時候可以設法來 馴服阿根廷巨嬰吧 但 但首要目標我還是得先去找到那個洞穴喔 所以說阿這一集現在這裡結束了 然後我想我就直接 看看那個吧 我直接看看說那個 直接去找一下那個洞窟的位置在哪裡 我直接上網找一下 然後下一集看看就是直接 如果可以的話我直接走到洞窟那邊 然後再開始就行了 好啦這一集的話晚上也到了 就在這裡先結束囉 感謝大家的收看 那邊找還有一個小島在那邊的 我是不是要到那個小島去阿 好吧 先再說吧 我們下回再見囉 大家掰掰